这条狗上一秒开开心心摇着尾巴 下一秒却突然咬在了女主人胸上 虽然隔着口袋没伤到肉 但马尔基斯的咬合看起来异常恐怖 他只靠牙齿的力量叼住衣服 竟然硬生生被踢起来半米多高 并且在掉回地面之后 迅速锁定了第二个攻击目标 这时旁边的丈夫看不下去 伸出了左脚帮老婆分担火力 结果马尔基斯是一点都不客气 他立马叼住厚厚的棉托 一边甩头一边疯狂撕咬 直到把拖鞋拽走 两位主人吓得一动不敢动 这条咬人的马尔基斯叫粽子 今年六岁是只小公狗 家里还有另外一只同岁的青梅竹马 两个家伙虽然同时来的 但性格却一南一北差距极大 平常情绪稳定时 从外表几乎看不出他有问题 甚至和大多数同品种的狗相比 粽子的社会性更好 他见到陌生人完全不害怕 反倒咬着尾巴超级热情 在主人面前也是任魔人包 毫无防备地露出肚皮 当然情绪稳定的前提是没有受到刺激 一旦看见自己讨厌的东西 马尔基斯会瞬间翻脸 比如当女主人拿出湿巾 准备给他擦脸的时候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 就在粽子咬下去的瞬间 家里另外一只小母狗动了 他似乎想要阻止同伴的无礼 所以直接压在了对方身上 叼住后脖梗那块肉怎么都不撒嘴 直到公狗被迫冷静 嘴角挂着口水停止攻击 他才恢复正常跑去主人身旁 而拜方则灰溜溜地躲回窝 不知道在面壁思过 还是谋划下一次偷袭 大概十分钟后 粽子看起来找回了平静 他摇着尾巴守在围栏旁边 看见主人拿出项圈更是兴奋到不行 但等对方先给小母狗系好牵引绳 再把项圈摆到他面前时 这家伙突然又翻脸了 他对准女主人前胸连咬两口 虽然没伤到肉 但是下嘴极其凶狠 几乎是一边拖拽 一边用力撕咬 甚至于就算主人起身 都被硬生生提起来半米多高 哪怕最后掉下来咬不到胸 也会迅速切换目标攻击小腿 而这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下 无论谁来劝说 都只有挨咬这一个结局 每到这事夫妻俩唯一能做的 就是保持不动等小狗自己冷静 什么时候对方主动回窝 什么时候其他人才能自由活动 可惜今天这场危机 并没有那么容易解除 因为当粽子回窝后 节目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 就在狗窝前方遗留了一台相机 所以必须得有人冒险进去 最终一位小哥鼓足勇气 穿着男主人的棉托跨过了围栏 他一直在默默祈祷 不要受到关注 可惜才刚迈两步 就跟探出的狗头打了个照面 马尔基斯显然还不够冷静 因为他立刻贴到了工作人员腿上 发出呜呜呜的低喉以示警告 此时在看工作人员的表情 只能说笑比哭还要难看 而就在他扭头的一瞬间 粽子扑了上来 毕竟第一次见面还不够熟练 小哥慌万中直接把拖鞋甩了出去 结果左右腿哥被咬了两口 等他好不容易逃出围栏 最早受伤的地方已经淤血了 因为不知道马尔基斯什么时候翻脸 所以在他这吃过鳖的人相当之多 就比如他很喜欢出门散步 却不喜欢拴绳这步 再比如人和小狗本来玩得挺好 可主人一旦起身又会被咬 还有就是朋友上门做客 看到粽子第一眼都特别喜欢 但摸着摸着狗会突然开始咆哮 然后从各种阴暗的角落冲出来发动偷袭 这也导致被咬的伤口几乎都集中在脚和腿上 尤其两位主人就没几块玩好地方 其实如果往前追溯 粽子从小就有些性格敏感 但第一次爆发咬人是在六个月左右 当时男主人想要给狗洗澡 可马尔基斯挣扎得特别厉害 在后面攻击性越来越严重 到现在变成了这种殷勤不定的性格 因为没办法在家洗澡美容 主人只能定期带他去医院清洁卫生 而这里的美容师们和粽子也是老相识了 从被阿姨接过去那一刻起 狗狗对待各种工具的态度就变了 他剃脚底毛毫无反应 剪指甲也很配合 修毛更是乖乖坐着一声不吭 进了水池也没有挣扎惨叫 甚至连大部分猫狗讨厌的低耳朵都可以忍耐 但是就在阿姨给他擦毛的时候 粽子又一次翻脸了 幸亏是熟识的医院 美容师快速拿出薄套想给狗圈住 谁知马尔基斯一个甩头把薄套顶飞了 当阿姨第二次尝试 狗狗直接上嘴 不光在塑料圈上开了好几个洞 还差点咬到他的肚子 无奈阿姨只能放弃接触 准备利用风筒给小狗吹干 没想这家伙又冲着隔热套撒起了火 随后竟然冒险跳下一米多高的台子 瞄准他的小腿就咬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阿姨只能拿出毛毯裹住小狗 确保他不会钻出后重新抱回台上 再拿出第二条毛毯又裹了一层 接着电话通知女主人来领狗 而当对方进门 就看见美容师筋疲力尽坐在凳子上 怀里抱着一个呲哇乱叫的炸弹 等夫妻俩坐回车上 心里满是愧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六年来粽子不光折磨着他们 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和家里另外一条狗 大家每天都生活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咬的恐惧当中 无论做什么都得注意观察狗的眼色 所以这次给江训犬师写申请 真的是两位主人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们想知道马尔基斯到底怎么了 又该做些什么才能帮狗狗缓解压力 第二天一早 江训犬师就赶来了求助人家 他进门时两条马尔基斯都很正常 完全看不出一只喜欢咬人 另外一只喜欢打架 而且从他进入房间到在客厅坐下 两条狗一声没叫 反倒全程咬着尾巴跟陌生人撒娇 和他以前处理过的马尔基斯非常不同 为了确认问题出在哪里 训犬师和两位主人一起看了预录视频 当画面里本来乖巧的小狗突然翻脸 冲着主人低吼咆哮时 他也非常震惊 可紧接着居然有点看不懂了 首先马尔基斯贴着腿向前移动 这的确是在警告主人后退没错 但奇怪的是狗狗跑回窝里后 如果真的想避开主人 那绝对不会再主动出来 可粽子偏偏这样做了 虽然依旧是咆哮 却回应了主人的呼唤 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 训犬师将进度调回到开头 从女主人第一次拿出纸巾 随后粽子发生突变 紧接着两条狗打坐一团的画面开始播放 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 那就是在粽子咆哮出生的同时 另外一只马尔基斯抬起右前腿 给出了非常明显的压力信号 而后面几次打架也都一样 只要公狗做出威胁行为 母狗就会扑上去发动制裁 先前主人一直以为这是母狗在保护他们 训犬师却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并不否认一开始 母狗是出于好意才对同伴进行劝阻 但他希望主人想想 这种劝阻持续到现在有没有变质 从刚刚零星几个画面来看 他发现很多时候粽子明明已经停了 母狗却还咬着它后脖梗不肯撒嘴 甚至于更多时候粽子情绪正常 也要不停地帮对方舔尸脸颊 这并不是在表达友善信号 反倒说明母狗非常不安 因为不确定公狗什么时候发动攻击 又会不会咬完主人扭过头攻击自己 所以母狗整天都在监视对方的行踪 稍有易动立刻扑上去先发制人 然后又因为主人从来没有进行过劝阻 几乎每次都是静静待着等狗自动分开 所以训犬是基本可以断定 母狗的攻击性已经从单纯防御 变成了习惯性攻击 而粽子之所以每次挨咬后都回窝 其实并非意识到错误 只是被咬怕了而已 这位女生是很高兴的 这位女生是非常高兴的 我认为了小贝人的 可能是有关于 我认为了我把她的肌肉 训犬师决定从两条狗的关系入手 先帮母狗缓解压力 不再做出攻击行为 随后单独解决粽子的问题 她让女主人起身 在家里各处溜达 不用特地呼唤狗狗的名字 但会发现小狗自动跟了上来 在不经意的引导下 主人走遍了家里每一个角落 也是变相领着马尔基斯 确认过了家里的安全 第二步男主人上场 装作路过的样子插进两条狗中间 这时母狗再次做出意料外的举动 她直接从厕所跑出来 拦在了主人和同伴之间 试图先一步阻止公狗发起攻击 而这本来是主人应该做的 现在却是一条狗在调节矛盾 连续两次介入后 母狗没有再试图替主人行使权利 对待同伴的态度 也从时刻监管变成了不予理睬 而当客厅气氛回归平静 训犬师就让主人把母狗暂时隔离 接着处理粽子的咬人问题 结合预录时对方提供的信息 还有小狗在宠物医院的表现 他首先拿出牌书递了过去 谁知还没来得及喊名字 马尔基斯就靠近主人开始咆哮 声音大概持续了十几秒钟 训犬师突然让主人把梳子扔掉 那个瞬间咆哮声停了 可很快又响了起来 不过针对目标却不是夫妻俩 而是安全栏另外一侧的母狗 以及站在围栏跟前的工作人员 这时他让男主人起身 小狗看到后立马跑了回来 挨在腿边轻声低吼 可突然对方一掏口袋 捏出两小块肉干扔到了地上 看马尔基斯的表情 他肯定是发现了 但却并没有动作还是在吼 于是男主人增加筹码 又往远处扔了两块 不过全程没有跟狗对视 仿佛好吃的只是不小心掉在了地面 接着训犬师继续投胃 让马尔基斯切断咆哮和挨咬之间的链接 而在美食的轰炸下狗狗还真上当了 他吃完零食就跑回来训犬师面前 乖乖坐着等待下一波奖励 完全忘了自己刚才还试图咆哮咬人 因为狗狗对象圈也很排斥 所以训犬师更换了更加舒适的背带 他和女主人打配合 自己负责往地面丢一块零食 稳定情绪后女主人先带脖子部分 接着扔第二块 再趁机合上卡扣跟绳子 最终在训犬师的帮助下 粽子时隔六个月总算能出门了 小狗看起来很开心也很兴奋 长时间在家积攒的压力 也终于得到了释放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结一下这只马尔基斯的问题 大概是从小性格略微敏感 不怎么喜欢洗澡书毛 但主人又比较强势 所以导致狗狗对美容越来越抗拒 每次一拿着纸巾梳子靠近 粽子就下意识低吼表达反抗 可这个过程中 他又会遭到家里另外一只马尔基斯的攻击 并且因为主人不制止 让对方的攻击愈发频繁 最后从看到纸巾低吼 低吼就会被咬 慢慢演变成希望主人干脆不要靠近 这样自己就不会被欺负了 其实这期节目刚开始 江逊就说自己很久没处理过这么复杂的问题了 因为这里面几乎是环环相扣 一个坏印象链接到下一个坏印象 足足持续了六年时间 这才造成最后的咬人问题 而且说实话 这种问题对于普通养狗人来说难度太大了 根本搞不明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大概也是专业训练师存在的意义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